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卫要出席一场会议 跪地址是位于离家有193公里远的博明汉市 好的 您放心 我一定会准时参加会议的 地点是在博明汉市是吧 没问题 您放心好了 有彗星带路 我去得了的 博星 你在哪里呢 老伙计 明天我们要去博明汉去开个会 又得麻烦你带路了 伙计 今天晚上早点休息 明天我们可是要早起的 老伙计 达巴巴巴aiser 老伙计 你今天好像没什么精神啊 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 大卫他不知道 自己的爱犬贵心 已经病入膏肓 生命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 老伙计会开完了 我们该回家了 你是不是饿了 回去后 我给你准备一顿可口的晚餐 卫星拖着被病魔缠绕的身体 忍着疼痛 尽忠职守的护所主人 这里离家有193公里 需要坐火车转汽车 如果没有灰星的帮助 大卫是很难一个人回到家的 老伙计 先吃点东西 甜甜肚子吧 怎么呢 没有胃口吗 老伙计 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 老伙计 怎么回事 老伙计 老伙计 你怎么了 当大卫叫来兽医时 卫星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兽医在卫星做检查时才发现 卫星得了脾脏癌 癌细胞扩散是致命的原因 他生患癌症 竟然还拖着被病魔缠绕的身体 护送主人走了193公里远的路程回家 直到安全抵达家门 他像完成责任一般 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狗是人最忠实的朋友 他们的护主忠心行为 让我们都赶佩万分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您们在路上遇到流浪狗的时候 请您发挥爱心 疼惜他们 爱护他们 进而保护他们 哇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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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